大家好,我是顾女琼博士 在美国明星很多,比如布拉德·匹特 在世界上也有很多粉丝 因为粉丝多,所以在美国也有一个粉丝产业 造福了一大堆人 有一个美国小伙子不喜欢读书 高中毕业就去做了装网工 收入不高也很辛苦 但是随着他慢慢长大 他感觉到一件很奇怪的事 很多女孩子都喜欢和他约会 而且合影,并且还有陌生路人经常要偷拍他 最后他发现原来是因为他长得很像布拉德·匹特 他就和相关机构合作 出场费每次500美元 远超装网工的收入 他的命运自此有了很大的改变 同样是长得酷似明星 有的人恰好酷似布拉德·匹特 而有些人的酷似小月月 踏踏实实靠远吃饭 也是要靠天分啊